初转会公布半年工作成果当中最有争议的 就是建制转型正义资料库 要解决过去只有被害者却没有加害者的困境 简单来说日后民众检索查阅 就能清楚知道加害者的相关资料 问题是出在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不恰当 它可以用比较中性的名词 但是寻求历史的真相本来就需要有这些名字 如果我们连名字都不敢去触碰的话 那我想也不用再处理转型正义了 在认定加害者这个部分 转型正义它并非司法单位 更何况现在的初转会 现在社会的信任度事实上是不足的 那我们又担心政党拿来去做太多的政治操作 不仅在业党立委反对 就连自家执政党也有意见 因为未来资料枯见之后 只要输入昔日政治事件的人民 就能明确知道受害者加害者 以及加害体制等相关资料 若是输入军法法官名字 也会出现他曾经审理过哪些案件 做出什么判决 不过究竟事件中 谁是受害者 谁是加害者 是否又轮回促转会 自说自话 学者肯定资料库的设立 但也点出担忧 过往历史事件 诸多内幕难以厘清 资料库建置后 是否能让一般民众 对当时的加害体制 有更多的了解 还是沦为另一个仇恨起点 牵动着台湾 是否真的能迈向转型正义 欢迎新闻 科广民丁上城 台北报道